90秒搞懂经济学 下个大亨就是你 不过现在是我 大亨啊 Are you calling me? 我从小到大有一个困扰 那就是我长得太帅了 Oh my god 大家都说我靠脸吃饭 看不到我的内涵和知识吗 不过讲到靠脸吃饭 之前我飞的那个美国中国泰国 站在机器面前随便scan脸 就可以付钱了 即使脸不能 手机随便动一动 也可以付款了 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无现金社会 无现金社会 是指以电子货币支付为主的 社会经济模式 包括信用卡 脸部扫描付款 或者是手机移动支付等消费方式 马来西亚这边 另一情报刚刚杀到来 Don't play play 我会有两千万的微信注册用户 市场钱能很大 只是要进入移动支付的年代 我们必须要有两大前提 马来西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要无现金社会或者是手机支付的话 你有两大前提 第一 用户必须要使用 第二 商家也必须要接受 所以这两边你哪一点抓不好都抓不成 所以现在我觉得商家的接受度可能还没有 好像那么高 如果你是去一个夜市的话 到底有多少家这些摊贩会肯接受呢 像这种情况在中国就不会发生 他们连去巴萨马拉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功能 那中国会做得比欧美国家蓬勃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 中国流通纸币无损情况严重 第二 假币满街都是难以杜绝 第三 当初信用卡服务并不普及 能够想收到的银行服务也少 第三 早前对于各自的安全力是不高 这些都是中国为何可以迅速发展出 无现金社会的原因呢 那说了那么多 马来西亚的无现金社会模式 到底发不发展得起来呢 大行我最想认识的朋友 马云 不久之前来我国的时候 据说目前有八万的大马人 拥有一处集通版本的支付宝 人数还在不断地增加呢 马中双方也会加强合作 让持有大马版支付宝的用户 可以到中国境内消费 国际间的连接 看起来是有望 加速无现金社会的发展 而我们的首相马哈迪也说 政府正在考虑改变国家货币 或是以无现金的方式 来打起探入问题 会有我就说吧 无现金交易模式 绝对是未来趋势 哇 从刚才到现在 你看了我的face 90秒 记得付钱给我 我的脸很值钱的 更好 不条理 Sheriff 警员 去